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,近日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召开网络研讨会 本次主题志在探讨在拉丁裔、亚裔、非裔美国人和LGBTQ社群中 关于阿兹海默症及其他形式的痴呆症的文化禁忌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在会上,多位专家分享了他们在阿兹海默症前线的经历和见解 加州公共卫生部的Lucia Eberskill博士提到 阿兹海默症被正常化为家庭日常对话的一部分 是打破污名的重要一步 斯坦福大学的Dolores Gallagher-Thompson教授 分享了在华人社群中减少阿兹海默症耻辱的策略 即将其视为一种神经学疾病而非精神障碍 南加州大学的Maria Aranda教授 强调了家庭和个人污名对拉丁主义族群寻找帮助的阻碍 Open House San Francisco的Lunae Crescenta指出 有些属于LGBTQ族群的长者面临的挑战需要格外的关注和支持 以克服阿兹海默症相关的污名 洛杉矶阿兹海默症协会的PitraNels则指出 非议美国人社群在获取早期诊断和必要知识方面 受到阿兹海默症污名化的影响十分严重 会议上也强调了阿兹海默症的普遍性和影响力 并呼吁社会各界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行动 专家们共同呼吁 透过教育 支持和政策改变 民众可以一起建立一个更包容 更有同理心的社会 让那些受到阿兹海默症影响的人 及其家庭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支持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在这点钟的区别以后 感谢观看